今天在侯友宜身邊 他是李全教 台南第四選區的候選人 以無黨籍參選 但國民黨在這一區沒有提名 什麼意思 大家心照不宣 李全教 倒算 李全教以後會選案被判刑 九個月 齒多公權三年 才剛剛過了齒多公權的期限 就宣布參選 對上的是現任立委林怡錦 李全教不滿被賴清德和林怡錦 指稱他雙重會選 上地檢署提告林怡再度反擊 我真的不曉得他的邏輯是怎樣 那他確實也入獄服刑 然後也已經出獄了 林怡錦被視為賴清德子弟兵 曾經是臺南六屆議員 二零二零年首度當選立委 必須北上立法院開會 省預算 李全教緊咬他 很難找到人 選民選你當立法委員 就期待你 經常看得到你 但是經常找不到人 對手是一個全職的候選人 更多的時間花在地方上的走動 當然我也有我的優勢 就是我是現任立法委員 那我有很多的政績 第四選區到處都是兩個人的看板 為了要爭取曝光度 林怡錦的助理 泡騙了永康區的診所 一一拜會醫師 希望能夠在門口擺上旗幟貼海報 信賴臺灣與警同行 談談第四選區 包括新市新化永康區 去年市長選舉 黃偉哲的票數 在永康區和新化區 都輸給了國民黨的謝龍介 整個臺南市 黃偉哲只笑贏了四萬多票 民進黨鐵票倉有鬆動危機 李卓教承認三屆立委 當過議會的議長 當年的匯選案件 讓時任臺南市長賴清德 抵制兩百三十二天聚集議會 這次賴清德子弟兵 對戰捲土重來的李卓教 宛如跨越八年的延長賽 專業把他一刀牆手 讓我可以正贏這個黃金的畫面 黃金就是在說我議長有可能在 過去十五年民進黨在台南立的選舉 都是全來打 賴清德本命區想批六席全拿 但絕對取得笨招 紅色的皇家 五月十三天的延長 最愛的皇家